第777节 云叶在苦笑 他到现在才明白后世 为什么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了 杜如回已经考虑到这样的问题了 大国民全体需要学习 牵头的骆驼 昂丝一声 骆驼又开始缓缓的移动 长长的队列 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 带给土火罗人最强烈的震撼 张俭回到自己的帅帐 卸下了身上的甲胄 这还是半个月以来 他第一次将沉重的甲胄脱下来 四个美丽的高丽女奴 用坐碾将张俭抬起来 走到热气缭绕的浴室 开始帮他洗澡 酸臭的大脚踩在女奴饱满的胸膛上 接受女奴最温柔的按捏 张俭仰着头 呆滞的看着房顶 连日的征战 已经将他最后的一丝精力 都炸得干干净净 新罗人 百计人终于后退了 狮山填布满高丽王都的豪沟 公输家族的人 十年前亲自设计的平仰城防 确实坚不可摧 牛进达的援军 还在艰难的跋涉 层出不穷的叛乱 让援军不得不进攻前进 张俭知道他们的行军 是多么的艰难 所以从来不催促 牛进达不是一个新兵 知道平壤的情形 该有多么的危机 张俭只是很奇怪 打仗向来乱糟糟的新罗人 这一回为什么会如此准确的知道 自己的城防部署 每一次的攻击 都恰好打击在自己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接连激战了十五天 大军死伤惨重 大唐的军人凭借着自己的强悍 这才勉强击退了敌人的攻击 这是为什么 躺在自己的大床上 无意中看到帮着自己收拾桌案的高丽女奴 张俭痛苦的闭上眼睛 到了现在只要是高丽人 都是自己的敌人 亲兵队长走了进来 张俭面无表情的下令道 将这所大宅子里的高丽人全部杀光 我睡醒之后 我们就搬去军营 看到那个自称 从来听不懂唐人言语的女奴开始发抖 张俭就再无犹豫 亲兵队长答应一声 就拖着那个美丽的高丽女奴去了后院 满世界都是敌人 都是对大唐充满了敌意的国家和人 过多的情绪只会影响自己作战 张俭认为自己此时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充足的睡眠 只有保持一个强健的身体才能应对接下来的狂风暴雨 就在睡着的那一刻 他仿佛闻见了浓重的血腥味 这骨子浓重的血腥味里似乎夹杂着一缕甜香 整整睡了四个时辰 张俭起来的时候发现天色依然黑乎乎的 侧着耳朵倾听了邦子声 这才确定现在是四更天的时候 站在门口的卫士听见了张俭咳嗽了一声 就推开门走了进来 点着了蜡烛之后就开始伺候张俭穿衣 不穿便服 着甲吧 张俭淡淡的吩咐一声 就伸开双臂 让卫士替自己着甲 卫士笨手笨脚的 勒竖甲丝涛的时候 几乎将张俭勒成两截 张俭拍掉了护卫的手 自己解开甲皱 重新勒好了丝涛 就开始坐在桌子边上 享用自己的早餐 早餐很不合胃口 喊了一声和鸡 见护卫奇怪的看着自己 这才想起 自己昨晚上睡前发布的那道命令 苦笑一声 老天爷 终归不许自己和高利人有任何的联系 哪怕和鸡 已经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保证和鸡的安全 特意没有教他唐人的语言 没想到人家早就会了 自认为已经固入了金汤的大将军府 谁知道早就漏洞百出了 吴里斯玛早就警告过自己 当时没有当一回事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天边出现了一道鱼肚白 天就要亮了 张俭拿起自己的横刀挂在腰上 骑着马出门的时候 对护卫长说 将他厚葬吧 说完就打马向正阳门奔了过去 正阳门就是军事最惨烈的地方 城墙上扳拨的血迹还没有干透 引来了一大群的苍蝇 秘密的覆盖在城墙上 准备在血迹上产卵 苍蝇总是和死亡密不可分 苍蝇最多的地方就是死尸最多的地方 自从听到突厥人惨败于云叶之首 金螺人和百计人就发疯了 总想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自己全坚于平壤 他们呢 只有夺回平壤 再将自己的战线推到鸭路水江畔 隔着大河背靠着险要的群山才有和大唐作战的本钱 否则当大唐从西面和北面收回自己的精锐 等待新罗和百计的只有死路一条 不知道此时的新罗女王该是如何的后悔 也不知道胆小的百计王会是如何的恐惧 不管是后悔还是恐惧 到了极致之后就会变成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和疯狂 这一战两个国家的王都已经亲自上了战场 准备避其功于一役 张俭心里苦涩的要命 连续15天的强力作战 自己的部下已经疲惫不堪 整座平壤城只有不到三万守军了 五万大军已然损失过半 军中的火油 弩士 火药早就用光了 在原山作战的时候就已经耗去了大半 这15天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并且保证城池不失 仅剩的一点火药弹也已经用得干干净净了 现在守城自己就再也没什么力气可供借鉴了 只有凭借手里的横刀马朔和敌人做殊死的战斗 头顶有一行大雁排成人字形 缓缓的向南方温暖的地方飞行 张俭不由的向南边望去 张亮的水师再也不能给自己提供援助了 新罗人早就把河道彻底的封死了 如果是大海 张亮还不在乎 现在将船开进内核就完全是自寻死路了 云野好运气啊 在那样的情形下还能以弱胜强 不知道他的驼城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凭什么强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呢 突厥人的骑兵出了名的强悍 他是怎么做到让突厥人乖乖受死的呢 这事儿啊 让张俭挠头的厉害 东面的局势本来和西面非常的相似 都是一部分被包围在城池里 另一部分准备去援救 西面被包围的郭孝克呢 听说已经战死了 并且全军覆没 云野却力挽狂澜 在最后的时刻反败为胜 并且正在向西推进 难道说自己也需要战死不成 大帅 敌军今日似乎非常的平静 好像没有攻城的打算 副将王军看见张俭上了城墙 匆匆的赶过来禀报 郡可 你去休息吧 现在由我来接手城防 呃 吴里斯玛哪去了 张俭没有看到吴里斯玛 不由好奇的问王军可 张太去了城里休憩 末将见他实在是困倦的不行了 这才替换他一下 王军可连忙把话说清楚 他不想让张俭以为张太在偷懒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墙角的一张毯子忽然被掀开 张太盘着腿用血红的眼睛死死的盯着张俭问 内奸找到了没有 张俭点点头说 找到了 已经杀了 张太叹口气说道 这件事难为你了 内奸不除 军心不安 但是我老张也晓得你的难处 你张家子嗣艰难 现在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喜讯 就这样生生的给断送了 你就是想要骂我两句 我也绝无怨言 现在不是生儿育女的好时候 只要我们打赢这一仗 孩子 向来总会有的 张俭对张太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 丝毫不感到奇怪 吴里斯玛有一项职权 就是专门说这些事情的 他有督察大将的权利 张太冲着张俭抱抱拳头说 此事到此为止吧 你我三人知道就好 既然你已经睡醒了 现在就轮到我睡了 说完呢 一头倒在地上 盖上毯子 继续睡觉 张俭现在已经 不太想自己的事情了 因为想了也没用 战争的法则 自然会掐死 所有不该出现的人和事 比如合机 城头响起了号角声 军士们习惯性的 将城头的旗帜重新扶正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铠甲 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混手愁成 度日如年 张简蜜蜂的眼睛 看着对面 静谧的敌营 看了很久 眼看着一群乌鸦落进了军营觅食 这才问王军可 可曾派斥候去探查过对面的军情 王军可说 没有 从昨日起 新罗人就发疯一样的搜捕我们的斥候 所以 我从昨日起就没有再派出过斥候 大帅 如果需要 末将这就去 张简摇摇头说 算了 这个时候 外面一定危机四伏 新罗人一定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他们已经走了 我们的兵力不足以追击 还是守好自己的城池为好吧 走了 王军可不可置信的朝敌军的营地望去 昨日还在激烈的交战 城头下的尸体还没有收敛 怎么可能现在就消失了呢 白鸟落营地 就说明营地里没几个人了 新罗人走了 我想北面的百计人也该走了吧 张太幽灵一般的又出现在张简的身后 走了 王军可将横刀拎在手上 随时准备去追杀敌人 确实走了 军师说的不错 我们没有力量追击 现如今守住平壤 在这里扎下根 才是首要的任务 不过这样一来 牛进达的压力就太大了 张简不由的向西看去 牛进达必定已经来到这里了 善德女王这半个月的强功 就是想在最后关头 尽最大的能力削弱平壤守军 将张简部困在城里 切断张简和牛进达的联系 然后自己率领大军 从正面去对付匆匆来源的牛进达 老牛的大军没有固守城墙 可以作为依托 也没有显要的地势 可以利用 善德女王认为 只要自己的大军 冲到牛进达的跟前 只要一轮攻击 就能将牛进达的三问大军淹没掉 围城打员 本来就是一个古老的战力 善德女王熟读史书 燕能不知道这个道理 张太黑黑的笑着说 牛进达呀 我们用不着去救 他的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一样 从装备到作战方式 那都不同 咱们呢 其实很亏 早早的从大唐出来的兄弟 来不及换装 告诉你们吧 咱们最少啊 损失了七成的战力 火药弹这种好东西 陛下可怜我们 才给了我们五百枚 牛进达的部队里 可是每个人都装了五枚呀 至于火药弩 火油弩 听说他们的单币投尸机 甚至能将大号的火药弹 投到五百步以外 他们甚至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军令条例 大唐现在的新式军队 讲究将敌人消灭在 自己冲锋的道路上 哎 所以啊 大规模的战斗 是他们最喜欢的作战方式 云烟在西域已经实验成功了 他的驼城 将这种战术的威力 发挥到了极致 在四十万大军的包围中 可以做到微微如山 肩不可摧 杀敌如同割草 硬是依靠自己强悍的战力 将突失活活的 逼死在了城池之下 等到我们换完装 老子一定要新罗 百计 高丽人知道一下 爷爷的厉害 王军可不以为然的摇头说 打仗说到底 他就是打的人的精气神啊 战刀犀利一些 铠甲坚固一些也就罢了 现在弄成这副样子 哪里还叫打仗呢 张检恨恨的说道 老子才不管 使用什么手段呢 哪怕是下毒 能毒死这些对手 老夫照用不误 确实 两万多封阵亡将士的回职 够你写一年的 张泰听到这句话 脸上笑容一下子就没了 甚至提不起说话的性质 抬眼望去 高扬的光芒铺满了大地 整个世界一片光明 就是城墙底下那些黑乎乎的尸体 还在顽固的昭示着人间的黑暗 就在张检感到悲伤的时候 牛进达满是胡须的脸上布满了 猙獰的笑意 太好了 这里真是一个极好的战场 四面空旷 土地平坦 最是适合大规模的冲杀 尤其是和骑兵冲锋 用不了多久 这里就会躺满尸骸 大唐即使在战事最残酷的日子里 精兵化的路子依然在走 太弱留强 疯狂的加强五倍 辅兵制已经在慢慢的退出人们的事业 当初建立辅兵国策的目的就是藏兵于民 老百姓半农半兵 入则为农 出则为兵 这样啊 能够做到有效的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 军人职业化进程步伐 已经在不断的加快了 疯狂的皇帝带着自己的臣子正在将大唐的职业军人武装到牙齿 将敌人消灭在进攻的路途上 这就是皇帝对将军们的要求 尽量的减轻军事和敌人身体上的接触 弱化名将的作用 开始诚信绝对的武力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都是一种可笑的存在 既然大唐的武力能够保持绝对的优势 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个优势扩大到极致 牛进达很想做一个尝试 在没有兼程可以依靠的情况下 在野战中 大唐的军人能否依靠武器获得优势 他很想知道 十三道铁丝网被拉了起来 地上洒满了三角刺 左爱战马奔驰的小洞 也秘密的沿着自己的战壕挖好了 至于大堆的火药也已经埋好了 军士们创造性的将火药和火油埋在了一起 风土上布满了三角刺 一旦火药爆炸 威力一定非常的惊人 这是书院学生的一项新发明 牛进达终于认识到 将学问好的人弄紧军队的好处了 至少这样恶毒的法子一般军士是想不出来的 铁丝减缓马速 三角刺让敌军散乱 当敌人经历了投石机火药弹的轰炸后 然后呢 再接受一轮八牛弩的密集攻击 最后呢 又要面临将士们的强弩和抛制的火药弹的洗礼 如果在经受了这样一轮轮打击之后 敌人还能够冲锋到军阵前面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操刀子上就是了 说起来简单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这样的先后顺序有着严格的规定 牛进达看着战场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彩色小旗子 就不得不哀叹一声 这些混账东西已经把杀人这种事情变成了一项工程 一项严密的工程 丝毫错乱不得 复杂的战争变得极度简单 只需要遵循一个原则 那就是不和敌人打无准备的战役就是了 事后有时候会疏漏 但是头顶上漂浮的热气球就不会有什么错漏了 晴空之下 视野可以拓展到视野的尽头 只需要给大军一个时辰的准备时间 就能够布置好一个新的杀人阵地 就是补给麻烦些 需要携带的物资太多了 不过这在牛进达看来不算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军人必须要受到国家的控制 否则这样一支大军作乱起来会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平日里并没有这样的装备 只有在战时才会由江作坚的人按照大军的需要配置齐备这支军队所需要的所有装备 尤其是火药和火油更是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牛进达的麾下就有三个部门的官员在监督 一个是都水间的使者 一个是吴里斯玛 还有一个呢 就是江作坚的官员